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作为原则我想强调 美国商界政府单方面挑起很多事端 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 中方已经做出正当必要的反应 我们希望美方纠正错误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 尽早重回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有关国家开展包括房屋领域在内的任何合作 因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 而不是相反 翟俊强调中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苏丹内政 支持苏丹有关各方 在宪法宣言和诸巴和平协议框架下 清听并照顾彻归 因此关切 捐弃前嫌 凝聚共识 为下阶段推进政治过渡 奠定牢固基础 中华呼吁国际社会 为苏丹政治过渡 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你提到的个别组织 一贯接所谓的人权问题 进行反华政治操纵 中国是法治国家 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任何人触犯了法律 都将依法受到制裁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不容干涉 诋毁和歪曲 中方坚决反对 任何国家和任何组织 以任何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 美方不看事实 不讲科学 将抗议政治化在前 动用情报部门 搞所谓的溯源调查在后 美方的政治操弄行径 不仅严重影响了自身抗议 让美国民众付出了惨痛代价 也严重破坏国际抗议合作 严重干扰全球科学溯源 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停止政治操弄 回到团结抗议和科学溯源的正道上来 在遵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和防疫政策的前提下 所有外国注册媒体记者 都可以在中国境内 采访报道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及相关事项 北京冬奥组委 将依据主办城市协议 和中国相关政策 保障媒体记者的报道自由 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 为外国媒体记者在华报道 提供便利和帮助 我们也非常欢迎媒体记者 对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 赛事组织运行保障 等相关工作进行报道 并对筹办工作 开展舆论监督 这也有助于我们不断提高 赛事组织和运行能力 但是我们坚决反对 将体育政治化 反对针对中国的强烈意识形态偏见 反对以所谓的新闻自由名义 编造虚假新闻 虚假信息 歪曲抹黑中国和北京冬奥会 我们敦促美方从尊重奥林匹克精神 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维护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运动员利益出发 践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外国在港的媒体和记者 只要遵守法律 依法依规进行报道 各项合法权利都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那么你提到呢 一些个调查的情况 我也想告诉你一些数字 截至2021年的4月 驻港外国媒体 总共有628名 持工作签证的赖籍员工 这个数字啊 叫去年的同期 增加了98人 增幅达到18.5% 我想这个数字不会说谎 也真实地反映了 各界人士包括在港的外国媒体 对于香港的经济社会 媒体报道环境的 他们的看法和感受 包括你是彭博社的记者 一年来 彭博社一家 在香港就增加了55名的外籍员工 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以后 香港民众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 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香港广大市民和国际的投资者 包括在香港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人士 也都感受到了香港的崭新的面貌 对香港的未来发展 更加充满信心 重点重新的打资者 比赛新的美国 现在40年 中国国家战压